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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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我們今天延續上個禮拜的主題 就是看這個 重複賽局repeated game 兩家廠商 然後他們要選擇 和互相競爭 比方說打價格戰 或者打廣告戰 或者是他們不要那麼高度的競爭 省下廣告費 或者是形成一個默契 讓價格維持在 比較高的水位 然後來分享 比較貼近獨佔的利潤 那我們 訂出了 把這個情境 簡化成這個賽局 我之後會不停的 再回來 需要請大家看這個表格 所以我把它抄在黑板上 兩家廠商 他們各自的策略 可以是 不競爭 或者是競爭 不競爭我用 don't fight 競爭我用fight 用f來代表 所以 我們也可以想像 這個don't fight 不競爭其實就是 合作 競爭 合作的相反 是背叛 然後我們 寫出這樣子的一個 賽局表 黑板上有 投影片上面有 那麼假設大家合作 不競爭的時候 各自拿A 競爭 互相背叛的時候 各自拿B 一人競爭 一人不競爭 那麼競爭者 或背叛者拿C 合作者拿D 我們想要創造的局面 是這兩家廠商陷入了囚犯的困境 因此 我們需要加幾個假設 這是上個禮拜我們講過的 這幾個假設 包括了第一個 大家合作 每一個人得到的報酬 會勝過大家互相背叛 所以第一個假設是A大於B 然後為了要讓這個局面 是囚犯的困境 背叛別人 跟對方競爭 會是每一家廠商的優勢策略 所以優勢策略的意思是 對一號廠商來說 不管對方選什麼 我選競爭會勝過不競爭 所以C大於A 以及B大於D 那之後我們看到任何的一個 這個賽局他的報酬 只要滿足這些條件 那他就是我們所謂的囚犯的困境 我們上個禮拜講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 單單是反覆互動 並沒有辦法解決這兩家廠商不能合作的問題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探討過 大家日復一日會遇到 然後 但是他們遇到的次數是有限次 大寫的T 那麼我上個禮拜講到 所謂的有限次的重點 並不在於時間有限 而是在於我們知道哪一次是我們最後一次 哪一次是最後一回合 哪一天是世界的末日 如果我們知道最後一回合是什麼時間 我們就可以從那個時間點開始反推 在那一天因為沒有未來 所以我們的決策是短視的只重視現在 那麼現在的這個賽局我們有優勢策略 是背叛別人是不合作 所以我們就採用優勢策略 大家就陷入互相背叛的困境當中 然後倒數第二天 世界末日往前推一天 明明我們的直觀是 我們可以透過今天的互動影響未來 然後我們期待未來有好的關係 然後所以今天我們願意合作 可是我們透過反推法 發現最後一天最後一回合的時候 我們一定不會合作 所以到倒數第二回合 我們所看到的未來是一個 淒慘悲觀的未來 無論如何都不會合作 所以倒數第二回合 我們仍然就陷入短視 只在乎這個回合 我們選擇優勢策略 大家不合作 繼續現在囚犯的困境 一路往回推 所以這個有限回合的重複賽局 只要你知道哪一天是最後一天 那麼從邏輯上出發 從邏輯上出發 大家沒有辦法 大家沒有辦法形成一起不競爭 一起合作這樣子的局面 這個是理論 而且這個理論是從我們學期初的反推法出發的 但是我這裡要補充 理論歸理論 但是當我們把這樣子有限期的重複賽局 拿去找受試者來玩這樣的賽局 讓他們玩十個回合 玩五十個回合 然後告訴他 第五十回合就是最後一天 就是最後一次 但是在實驗室裡面 在真實實證上面的一些觀察 常常是當這個回合數夠多 即便是有限回合 即便大家知道哪一天是最後一天 可能還是會出現初期或者是中期玩的人 互相合作 然後這個合作到快要貼近 最後幾回合的時候再逐漸瓦解 這裡出現的事情是跟理論 非常鮮明 然後又非常悲觀的這個結論 是有一些差距 有一些違背 好 這是有限期 所以我們就進入到無窮多期的重複賽局 在無窮多期的重複賽局當中 我們不管身處哪一天或哪一回合 我們往未來看 我們未來都還有繼續交手 繼續相處的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設計或者是形成一個共識 或者是一個默契的機制 我們能夠創造一個有賞有罰 應該說從善意開始 但是之後是有賞有罰 這樣子的行為模式 期待透過這樣的模式 是可以促成雙方持續性的合作 所以我們講了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分析了 所謂的Tid for Ted strategy 就是叫做一報還一報 我們從善意出發 我們第一回合講好了要合作 然後從第二回合開始 我們檢驗過去我們交手互動的狀況 如果過去我們都是合作的 那麼我們今天就繼續合作 但是如果過程中一旦出現哪一回合 有人率先偏離了這個共識 率先開始背叛 那麼在有人背叛的下一個回合 雙方就陷入了一個互相懲罰 或者互相報復的狀態 所以如果有人率先偏離合作 開始背叛 下一回合 OK前面你背叛我 下一回合我就報復 背叛回去 那你預期我會背叛你 所以你也會選擇背叛 也就是競爭 然後當這個一個回合的這個 處罰的階段結束了以後 我們再重修就好 重新出發 開始進入合作的狀態 也就是一旦有人背叛 下一回合 雙方就陷入互相競爭的這個局面 然後經過一個回合的這個互相競爭 或是互相處罰 大家再重新回到不競爭的合作狀態 你可以看到T for Ted 它的一個基本精神是什麼 基本精神是我們今天彼此善待對方合作 那麼我可以促成我們明天後天 大家繼續合作下去 持續的合作 我們今天的合作 可以造成我們未來的合作 而合作比不合作能夠得到的報酬 對你我都更高 所以我今天的合作 今天的好行為 可以引導到明天後天更高的報酬 反過來我如果今天貪圖 如果我今天因為知道你會合作不競爭 然後我貪圖 我一個人背叛你可以拿到C 而不是A 我如果為了貪圖這個C-A 這麼多的這個誘惑 稱為Temptation 如果任何時候我為了貪圖C-A的誘惑 在你合作的情況之下 我背叛了 那麼下一回合我知道你會報復回來 讓我們陷入兩人競爭只拿B的局面 那麼表示我今天貪圖這個誘惑 背叛了 我明天的報酬會從未來的合作A 降到未來的互相競爭B 我未來會有損失 我今天背叛我未來會有損失 所以我就面對取捨 所以當我今天的背叛 導致未來的損失夠大的時候 那我就有可能 對一個理性的玩家來講 我就有可能 我今天雖然面對誘惑 可是就忍住吧 因為為了 維繫我們未來的關係 或維繫我們未來可以繼續合作 所以就創造了賞罰的機制 今天合作得到明天的獎賞 是繼續合作拿高報酬 今天貪圖誘惑 得到的是明天被報復 然後明天會有一回合的報酬會下降 然後就是好行為帶到好結果 壞行為帶到一個比較差的結果 那雙方的落差或許就可以形成誘因 讓人選擇合作 而不是屈服於誘惑 那我們上個禮拜看到 Tit for Tat的策略的基本精神是這樣 但是如果誘惑很大 或者是A跟B的差距相對比較小 以至於賞罰之間 我不是那麼怕未來被你報復 或我不是那麼貪圖未來可以繼續合作 那會怎麼辦 就是說當 所以剛剛講到大家背叛可能是貪圖這個回合 C-A這個誘惑 但是會損失的是未來的 這個 但是會損失的是未來的 下一回合 未來的這個 的這個 出發 互相的報復所帶來的損失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A-B不夠大 那怎麼辦 我們如果不能夠加大 報復或者是處罰的力道 那我們可以加長報復或處罰的時間 所以 上個禮拜我跟大家提了 一個很一般性的概念 從Tid for Tat 一報還一報 我們可以出發衍生出這個Tid for K Tat 那我中文可以稱它為 就是K報還一報 我們一開始合作合作合作 然後突然你背叛我了 OK 你背叛我一次 那麼我們所形成的策略是 你背叛我一次 接下來我要報復你 K個回合 K可以是一回合 就一報還一報 K可以是兩回合 K可以是十回合 諸如此類 那麼你背叛我一次 然後我報復你 K次理論上這個K只要夠大 那麼你今天的背叛 在未來所需要付的代價就越高 那麼就越有可能 我透過這個策略 來矯正你的這個 面對誘惑的誘因 讓你更願意持續的跟我合作 因為你知道說你今天一旦偏離了 未來會有K期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都必須要跟我處在競爭的關係 好 我們上個禮拜繼續講到幾個觀念 是我今天要延伸的 我們上個禮拜提到的事情是 如果這個K報 環一報的這個K 是趨近於無窮大呢 我們從合作開始 結果你背叛我一天 背叛我一次 然後我所提供的報復 能夠延伸到的極端 就是你背叛我一次 那麼我報復你一輩子 永生永世 所以說K到無窮大 就是今天你背叛了 那麼從明天開始 我就自動轉換到 不斷的跟你競爭 不合作 所以你面對到的一個景況 就是你今天貪圖C-A這個誘惑 會導致你從明天開始 到永遠的未來 我們都只能夠拿B了 我們再也沒有機會 重新合作 回覆到 我們可以各自拿A 而A大於B 那麼當K趨近於無窮大的 這個情況這樣的策略 我們稱之為Green Trigger Strategy 它稱之為Trigger Strategy 它是一種觸發型的策略 意涵就是任何人率先開始背叛 開始不合作 它就觸發了一個雙方不停的競爭 或者是不停的互相報復的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一旦觸發 一旦啟動了 它不會停 就一直到 推到極端 所以稱之為Green Trigger Strategy 我們等一下會帶大家來分析 這個課題 但是在這之前我還要再補充一件事情 就是重複賽局會牽涉到 今天明天到後天不同回合 我們各自所得的報酬 如果要用比較合理的方式 來計算來加總我們在時間軸上 不同時間點所得到的報酬 那麼我們真正該做的事情是 來計算我們參與這個賽局 從現在起直到無窮無盡的未來 我們所能夠得到的Net Present Value 所以我需要跟大家引進 Net Present Value這個概念 上個禮拜我跟大家提的 一個思考Net Present Value 一個進折限值的一個出發點 是考慮到一個東西 叫做跨期的利率 我今天有一塊錢 我這一回合有一塊錢 我拿去存 那麼到下一回合 連本代曆我有一加R 所以我下一回合的一塊錢 對今天的我來說 基本上只值一加R分之一 也就是下一回合的金錢 不管是報酬 不管是獎賞還是成本 對今天的我來說 都沒有它數字帳面上那麼大 除非我們是活在一個這個R等於0 0利率的這個環境裡面 從這裡我們會想 可以理解在一個真實世界中 這個利率的大小 有可能會影響到 我們如何來衡量今天的一元 跟明天的一元 因此你可以想像 大家在兩家廠商反覆互動 大家如果處在一個 非常高利率的環境當中會怎麼樣 高利率的環境當中 明天的一塊錢 從今天的角度來講只值少少的 因為利率很高 折限之後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今天背叛你 多拿到一塊就是一塊 可是你明天要處罰我一塊錢 對我今天來講只值一點點 你可以想像 當利率高或者是一加R分之一 很小的時候 這個社會上面的人 或者是廠商 他表現出來的這個態度 就是他很重視現在的德與詩 可是未來的德與詩 或未來的賞與法 對今天來說相對不重要 這是我們把利率跟折限的觀念 跟大家如何在行為 或者是利弊得失的計算上面 把今天跟未來做連結 會出現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想像當R很大 利率很大 一加R分之一很小 你可以想像 我們剛才透過Tid for Tat 或透過Tid for K Tat 這樣的概念所延伸出來的這個策略 可能就越難促成雙方合作 因為Tid for Tat或Tid for K Tat 他的基本精神是哪一天有人背叛了 他貪圖一時的這個甜頭跟誘惑 他要付上未來被處罰的代價 可是當R很大 一加R分之一很小 未來的代價放在今天看 沒那麼嚴重 沒那麼嚴重 但是今天的誘惑 就實打實的是誘惑 他不會折限 因為他就是現在 反過來說 我現在多拿一些 我拿去存 拿到未來 用R的高利率 然後再聯本代曆來累積 是比較好的 所以R越大 一加R分之一越小 Tid for K Tat 這種有賞有罰的策略 就在其他參數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之下 就越難促成合作 這是在我這份講義裡面 我把利率跟合作的難易度做一個連結 但是如果大家讀不同的文章或書 有的時候你會看到 有些賽局理論的文章 他定義一個參數 叫做Delta 或在這裡我們可以想像 Delta就等於一加R分之一 Delta 刻畫了一個人 他有多重視未來的報酬 相對於今天 今天的報酬 你可以想像 這個Delta會落在幾個極端裡面 第一個 有的人他就是短視盡力 或者是我們面對一個這個利率無敵高的情況 或者是有的人他天生就短視盡力 雖然是重複賽局 可是他眼光就只有今天 明天的德語師對他來講 不列入大腦的計算 這樣的人即便在重複賽局當中 他玩起來都仿佛只是一次性的賽局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樣的人如果出現在一個囚犯的困境裡面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透過任何這種賞罰的機制 去矯正他的誘因的 所以Delta等於0或者是R無窮大 刻畫的就是一個極端只有現在 不管未來這樣子的一個個性或偏好 那當然同樣道理 這個Delta可以是一個0跟1 Delta的另外一個極端 是這個Delta等於1 或者是類比到這個R利率為0 明天的1塊今天對我來說也是1塊 10年後的1塊錢對我來說也是1塊 所以我看未來的錢跟我看今天的錢是一模一樣 但是廣義來講 更一般性來講 這個Delta它可以是借在這個0到1 當中的任何的數值 Delta越小表示這個人越不看重未來 越指圖眼前 Delta越大越趨近於1 表示這個人是越有遠見 至少在文獻裡面我們稱為Farsighted 但是這個遠見指的是 他重視未來的德語詩 相對於今天 他是重視未來的德語詩 Delta刻畫了一個人 他有多看重未來的這個報酬 所以我上個禮拜請大家回去 把這個1-r分之1 或把Delta的概念加進去以後 你重新來分析我們的Tid4Tid 或者是Tid4KTid 這樣子的這個策略運用 來找到在哪些ABCD這些參數的關係之下 我們這樣的策略可以促成合作 但是今天我帶大家分析這個極端 就是我今天帶大家分析Green Trigger Strategy 你背叛我一天 那個我報復你 直到永遠 直到永遠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們要怎麼來想這個問題呢 我先口頭整理一下 Green Trigger Strategy的狀態 我們一開始第一回合起 我們從善意出發 我們都選擇Don't Fight 我們合作 然後每一回合往前看 如果之前我們都是合作 那麼我們就處在一個好的狀態 我們就這一題 這一回合我們就繼續合作 但是如果我往回頭看 先前曾經有人背叛過 我們曾經有人脫離過合作的狀態 那麼我今天我們就是處在一個壞的狀態 我就是採取競爭不合作的態度來面對你 所以Green Trigger Strategy 大家一開始合作 但只要有人率先偏離的合作 從偏離的那一期的下一期開始 大家就進入一個無止盡的 互相競爭互相報復的階段 就從偏離的下一期開始 雙方就一直處在 互相競爭 每一期大家只能拿B 就會是這樣 所以我這邊先 好 我這邊畫一個時間軸 從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第三回合一直下去 或者是我們就是從一個T回合小T回合開始 我們原本的設計 大家要合作的 然後我們進到第二回合 如果之前大家都合作 就繼續合作 Don't Fight Don't Fight 但是如果一開始有人該合作的 他不合作 他率先背叛 OK 我傻傻的繼續合作 不競爭 結果 你突然殺出來跟我競爭 害得我的報酬 從A降到D 但是你自己可以從A升到C 如果有人開始偏離變到這樣 那麼會 他就觸發了 他就trigger了 我們開始進入一個 處罰的狀態 或者是我剛才講到一個壞的狀態 在壞的狀態當中是做什麼呢 我到第二回合的時候 我往回頭看 之前你騙了我 你背叛我 所以我之後就是 沒完沒了 一直到 無止境的未來 我都是用 不合作 OK 都是用競爭的方式面對你 那麼你今天一旦背叛了 背叛了我 你殺出來競爭 然後你去預期到我未來 會是用這樣的方式回應 所以從第二回合開始 你對我的報復 或是你對我的這個競爭的回應 最佳回應是什麼呢 都還會是 你也會Fight 你也會競爭回來 我這裡要說的事情是 當我們 事先心裡 抱持著Green Trigger Strategy 這樣的方式來互動的時候 我們的想法是 一開始大家 都用從合作 不競爭 Don't Fight 出發 那麼一直維持這樣的話 我們就 OK 每一期我們都拿A 每一期我們都拿A 每一回合拿A 拿 那 玩下去 可以拿到非常多 可是你如果貪圖 C-A的這個誘惑 給定 我會合作 Don't Fight 不競爭 然後你去競爭 背叛我 那麼就會觸發 我們進入另外一種 互動的模式 就是相互競爭到底 我們現在要思考的事情是 從你的角度出發 你要如何選擇這兩條路徑 在你一開始跟我互動來決定 玩這個賽局的時候 給定我會一開始合作 你需要思考的事情是 你也乖乖的合作 你會 我們兩個之間會玩出 這一條路徑 而這條路徑會帶給你若干的報酬 那麼 可是你可以偏離 在給定我會合作 而且我採用Green Trigger Strategy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選擇從合作 偏離到不合作 Fight 然後你的Fight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背叛 會觸發 我們之間的另外一種關係 而這個關係會導致另外的 一批的結果 然後可以計算 得到你最後的這個報酬 如果你是理性的 如果你的決策 就完全是從成本 效益的角度出發 那你該做的事情是 照規矩完跟我合作 或者是騙我來背叛 這兩個做法 你分別計算 他們能夠帶給你多少的 Net Present Value 他們能夠帶給你多少的這個總報酬 折現加總 然後你去看 誰給你的報酬大 你就採取那個行為 對 基本上是這樣做 所以是 非常的 這個簡單 我們現在就來計算 就來算算看 我等一下的計算都假設我 一開始會合作 而且我會採用 剛才我口述的 Green Trigger Strategy 然後我們來算你 採取兩種做法的 這個利弊得失 那我把這個計算呢 全部都移到 這個黑板的 左半邊 第一個 我們先來看 如果你就照這個 Green Trigger Strategy的計畫 一開始跟我採取 合作的態度 也就是Don't Fight 那這時候 你的 你的總報酬會是多少 第一期 你我都合作 我們得到了 左上角的結果 你拿到A 因為第一期 合作愉快 進入第二期 大家繼續 合作愉快 換句話說 到第二期 大家面對的是一個 好的歷史 是一個愉快的過去 大家繼續合作 所以第二期 你得到A 可是第二期 得到的A 對現在 還活在第一期的你來說 它需要折現 所以它需要除以 1加R 然後從這裡 我們看 第二期 合作 第三期 合作 OK 一直合作下去 所以最後我們得到的是 這一系列 A 除以1加R的平方 第三回合你會得到A 第三回合的A 對第二回合來說 是A除以1加R 之後再除以1加R 折現兩次 所以是平方 然後 第四回合 你還是得到A 折現到今天 要除以1加R的三次方 等等 OK 那麼接下來 我們 要 來計算 這個 等比級數 算出來 會是多少 從這裡出發呢 我繼續沿用 剛才的定義 我先假設 Delta 等於1加R分之1 因為我自己 不太喜歡處理分數 有點討厭 所以我就做一個代換 在這個代換之後 我的 在我今天合作之下的折現值 就是A加上DeltaA 加上Delta平方A 加上Delta三次方A Delta等於1加R分之1 OK 那麼我把A提出來 變成是 1加上Delta 加上Delta平方 到最後 這個 1加Delta加Delta平方的等比級數 最後算出來就會是 1-Delta分之1 括號裡面 1-Delta分之1 再乘上 這個A 最後我再把 Delta等於1加R分之1 帶進去 所以 1-Delta就是 1-1加R分之1 整個東西 再分之1 OK 代換進去 最後 最後會是多少呢 最後會是 最後會是 R分之1加R 再乘上A 因為黑板的容量有限 所以我把這個結論 我就直接抄在 最上面的這一行 那麼我的寫法 R分之1加R分之1 我再把它拆解成 A 今天合作的報酬 加上 R分之A 是我們從明天開始 可以繼續合作 下去的報酬的折限值 OK 所以在我今天合作的情況下 我促成未來我們都維持好的關係 繼續合作 所以我 我們的報酬的總和可以拆解成 今天 加上未來 今天合作得到A 未來繼續合作 所有得到的東西的總和的折限 OK 是R分之A 我用這樣的方式 呈現 下面這邊有沒有問題 因為等一下 要計算的時候 我會需要把底下這邊擦掉 這基本上是 只是讓你知道這個等比級數的公式 應該大家都知道 我剛剛說兩個路徑 給定我會合作 採取Green Trigger Strategy 你合作 你得到這麼多 那麼如果你背叛 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呢 所以給定 你背叛的情況之下 OK Fight 意思是 這個Defact 那麼這時候 你所 因此會得到 你跟我玩這個重複賽局 所會得到的 Net Present Value 我加一個Prime 加一個Prime 表示是你偏離到背叛之後 所開啟的這個路徑 所帶給你的報酬總和 會是多少 一開始你背叛的時候 你是一個突襲啊 我在合作 你在背叛 所以 我在合作 Don't Fight 你在背叛 所以因此你會得到C 然後大家請記得 根據我們的設定 C是大於A的 所以在今天 你得到的東西會比較多 好 你背叛 在我合作的情況下 你背叛 你可以得到C 更高的報酬 然後就觸發了 我們從明天開始 互相報復 互相的競爭 表示從明天開始的每一期 因為我們互相競爭 報復 所以你都只能夠拿到B 明天你拿B 對今天的你來說 是1加r分之B 後天你拿B 對今天的你來說 是1加r分之1的平方 OK 分之1 因為要折線兩次 那麼 依此類推 可以 於是我們可以繼續計算下去 我就不重複 那個等比級數的計算了 大家回去自己驗算 但最後得到的結果會是什麼 你背叛的時候 你的Net Present Value Prime 會是C加上B除以r分之1 你今天合作 你會得到A加上r分之A 你今天背叛 你會得到C加上r分之B 那麼你到底該怎麼做 就是這兩者 比大小 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在表達這個報酬 Net Present Value的時候 我採用的結構 我都把這個式計算整理成 今天的報酬 Now 跟未來的報酬 A除以r 是Future 下面你背叛的時候 我也是整理成 今天你的報酬是C 是現在的 以及未來 因為競爭跟報復 你得到的一個D的報酬 r分之B 就是未來 我們都可以計算的時候 把現在跟未來做區分 好 那麼最後 我們就要來揭曉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Win Trigger Strategy 就是 有辦法促成你我都有誘因合作呢 那麼 必然是 這個 我們 你跟我合作 所能夠得到的報酬的總和 會大於 你背叛我 所得到報酬的總和 所以我改寫一下 所以我改寫一下 你會選擇不競爭 或者是合作 會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合作帶給你的總報酬 大於等於 不合作 加一個Prime 所帶給你的總報酬 而這個東西 我們把剛才的計算 套進來 這一個條件 跟下面的條件 是等價的 A加上 A除以R 會大於等於 C加上 B除以R 我只是把兩個總報酬的內容 套用進來 帶進來 然後 你會看到等不等式的左邊 右邊都是現在的報酬 加上未來的報酬 要不然我把所有屬於現在的 移到同一邊 把屬於未來的 移到另外一邊 會變成是怎樣 就變成是 A減B除以R 要大於等於 C減A 我們來看等號 給定我會合作的情況之下 什麼條件之下 你會合作呢 他最後我們的計算 得到 A減B 的折現值 要大過 C減A 我們來看等號左邊 右邊 的這些數 的這些 各自 代表什麼意思 C減A是什麼 C減A 就是我們前面講到的 Temitation 也就是你一個突襲的方式背叛我 突襲的方式騙我 你因此在今天 可以多得的報仇 就是你面對到的誘惑 好 這裡 一個A減B 它代表什麼 我們前面講了 A減B 表達的是 Cost of Punishment 在我們的關係 轉壞之後 大家互相競爭 互相報復 造成我們的 報酬減少 減少多少 我們從 A減到B 所以 處罰的這個 成本 是A減B 所以你看到這條式子的結構 是不是很乾淨俐落 你會合作的情況 就是因為 你背叛的代價 會大過背叛所帶給你的利益 代價大過利益 成本 大過利益 大過效益 所以你不背叛 所以你會合作 這是 用這樣子的語言跟架構來分析 比較血淋淋 可是它在邏輯上很清楚 你會選擇合作不背叛 是因為背叛的代價 大過背叛的效益 A減B的折現值 大過C減A的誘惑 然後你會發現 有另外一個東西是關鍵的 就是這個R R在我們這裡的意涵是 利率的高低 它會影響到你我如何看重 未來的報酬 跟未來的處罰等等 所以剛才前面講到 R越大 未來的報酬 對今天的我們 越不重要 所以R越大 不等視左邊 未來的處罰所帶給我們的代價 從今天的眼光來衡量 越不值 所以我們 等一下 所以我們越不怕 所以R越大 不等視的左邊的這個數值 R分之A減B 就越小 越小 這個不等視就 越不容易成立 它一旦不成立 表示在這個賽局當中 即便我們 希望採用 Grim Trigger Strategy 你也不會選擇合作 你不會選擇Don't Fight 所以一開始 你就會選擇跟我競爭 一開始就選擇背叛 可以看到嗎 當R夠小的時候 會帶來這個結果 所以我 把R的作用 整理在這裡 不是R夠小 當R增加的時候 Future 不再那麼重要 意思就是 A減B除以R 會下降 那麼 表示 這個不等視 有可能會從成立 變得不成立 在ABC 都不變的情況之下 這個不等視 因為R的增加 有可能從成立 變成不成立 所以 造成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當R增加 未來相對不重要 我們兩人之間 一開始就互相背叛的機會 就比較大 合作 就難促成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的架構 Green Trigger Strategy 來分析 這個 重複賽局 或反覆賽局 所帶來的效果 我們先下課 等一下再回來之後 我要把 Green Trigger Strategy 跟T4Tat 這些做一些比較 剛才是數學上的計算 數學上的計算 落實到 現實當中 會不會有新的問題 或者是邏輯上的問題出現 這是我們等一下討論的 好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剛才 分析了 Green Trigger Strategy 他要如何運作 以及他在什麼條件之下 可以促成雙方合作 所以我們發現 只要是 這個背叛所得到的處罰 在折現區 你要大過 今天的右過 那麼 Green Trigger Strategy 這個有賞有罰的機制 就有辦法 停掉 今天的背叛 也就是說 能夠促成今天的合作 如果第一期大家合作 照這個方式去計算 第二期 繼續是合作 第三期繼續是合作 你就看到 就一輩子 合作下去 這是他所帶來的效果 大家回去 可以從這個數學式來檢驗 但是我們從邏輯上 出發的話 我們會發現 Green Trigger Strategy 它其實就是T4TAT 或T4KTAT K爆還一爆 推到極限的狀況 所以 Green Trigger Strategy 所提供的這個處罰 的這個力道 因為它是處罰是無從多奇的 會強過所有的T4KTAT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 如果你我 處在這樣一個 囚犯困境的篩體當中 給定ABC這些數值 如果我們用 採用Green Trigger Strategy 背叛一天 這個 報復一事 如果用這樣的方式 都沒有辦法 可以嚇阻背叛 都沒有辦法促成合作的話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賽事情境 是怎樣 都沒有辦法讓兩人合作起來 這是第一個重點 在學術文獻裡面 大家很常討論 Green Trigger Strategy 是因為 Green Trigger Strategy 提供了最強 你可以說最長 的這個處罰期間 所以如果連 Green Trigger Strategy 都沒有辦法阻擋背叛 促成合作 那麼其他任何形式的策略 包括T4TAT 只報復一期 或T4KTAT 報復K期 如果報復無窮多期 都不能夠阻止你今天騙我 那報復更短的期間 一定也不行 所以任何的賽局情境 如果用Green Trigger Strategy 無法促成合作 其他的方法都沒救 都沒折 這是為什麼Green Trigger Strategy 在學術文獻裡面 常常被討論 然後他很重要 但是如果 情況是這樣 那你說 好我要來玩賽局 我要跟別人玩這個 反覆互動的 囚犯混淨 或者是其他賽局都可以 既然Green Trigger Strategy 這麼強而有力 就是他是 他是 他提供的這個 對對別人的報復的期間 是最長的 他最有機會促成合作 那我面對所有的賽局 我就 以不變應萬變 我永遠用這個 Green Trigger Strategy 出發 好不好 或是我玩城市 雷台賽的時候 我就 然後Green Trigger Strategy 這麼厲害 那我寫城市的時候 就 就用 這樣的方式 一開始合作 只要出現 別人曾經被叛過 我們就進入一個 壞的歷史之後 我就開始一直 報復下去 我要問的問題是 在數學的分析裡面 Green Trigger Strategy 這麼有力量 在現實上 你覺得Green Trigger Strategy 會在執行層面 會出現 什麼潛在的問題 如果我們要在生活中 或是你要在商業上 因為我們的 基本情境是 兩家廠商 他們要來打商戰 要嘛是價格戰 要嘛是廣告戰 如果Green Trigger Strategy 這個概念要用在 現實世界 你覺得在執行上 會有什麼新的問題出發 而那個問題 本身是我們 沒辦法用數學式子 本身來涵蓋的 大家想想看 這邊會出什麼事 你也可以從這個 簡化的抽象的情境 出發來思考 在一個Green Trigger Strategy 的均衡當中 或是我在 在城市擂台賽的作業裡 稱之為一個 無止境的復仇者 我們一開始合作 要有人背叛 然後我們就 暴復 無止境的暴復 放到現實世界 要執行這樣的策略 有可能出現 怎樣的問題 OK 你說這個 你說這個 暴復的絕情 有會這麼強 是不是 這是可能會出 有什麼意外 讓暴復停掉 或是說 我本來是要 無止境的暴復下去 但是 過了一段時間 環境變了 或者是我心軟了 或者是什麼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就假設是 我跟剛才這位同學 我們來玩這個賽局 然後我們就 講好 我們就不約而同的 用 Green Trigger Strategy 來玩這個賽局 但是那次過程中 出了一點狀況 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位同學很信任我 他繼續合作 但是有一期 有一回合 我就背叛他 然後他就要開始 進入一個 無止境暴復的模式 那理論上 我們就暴復下去 就是每一期 都是拿BBBBBB 掉下去 那這個時候 我可能會跑來 跟這位同學 懺悔 說 對不起 我錯了 之前 我背叛你 不是故意的 是 玩 是這個 玩遊戲的時候 手滑 按錯 然後請你現在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從現在開始 如果你要堅持 就是執行Green Trigger Strategy 一直暴復下去 你輕易往前看 不要往後看 你往未來看的話 你Green E一直暴復下去 你一直能拿BB 這是一個D的報酬 要不要我們就 重修 就好 要不要轉過去 發 下去 門送說 重新開始 回復到合作的狀態 我們還有可能男平 會大 audit 可是如果你死腦筋 繼續坚持 你第一次才運用這 Green Trickers strategy 就是一直在 大家可以想像說 Wing Trigger Strategy在釋田的時候 我創造了有賞有罰 而且這個罰是 無窮無止盡的 他應該是很強力 可是當雙方一旦開始 有人背叛 進入了互相報復的這個階段 他們就要思考 我們真的要一直 陷在這個囚犯困境裡面 沒完沒了嗎 還是我們找一個契機 找一個破口 我們就停掉這些 重新開始我們的關係 重來一個賽局 我們還有機會玩出A 而不是B 大家有聽懂這個邏輯嗎 然後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呈現的東西是什麼 在這個邏輯當中 我剛才跟那位同學 有的懺悔 要說重新開始 不要再報復我了 這個東西叫做 Renegotiation 當我們的賽局或者是我們的互動 橫跨時間走 有不同的回合 不同期的時候 我們從事前來看 未來要做的事情 跟我們從事後或事情發展到中間來看 是不一樣的 我們從事前的時候 我說我把這個 暴復的力量拉到最長 可以嚇阻你 讓你今天不要背叛我 可是一旦你已經背叛了 這已經成為一個既成事實 那如果是我們都是理性的 照理說我們應該是從今天起往未來看 因為王者已矣 來者可追 所以當我們已經陷入了一個 無窮無止盡 互相報復的狀態的時候 你跟我 我們可能同時都有誘因 想要結束掉 這樣子的不愉快 重新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回復到合作 所以事前我們希望報復之後 事前我們希望背叛之後的報復 是無窮無止盡 可是一旦我們陷入無窮無止盡的報復 我們會找理由找契機 來結束掉這個無窮無止盡 然後重新開始 所以就看到這個 我們事前的想法 創造賞罰 而且是非常長遠的罰 跟這個事後壞事已經發生之後 我們面對到的絕滅 我們的思維是會有衝突的 因為思維是有衝突的 以前的我控制不了今天的我 今天的我控制不了未來的我 所以當我們已經處在一個 有人被判互相報復的情況之下 你我我們都會有誘因來思考 再重新的協商 停止這個沒完沒了的報復階段 重新扯好 這個叫re negotiation 重新協商 這個re negotiation 重新協商的概念 不只會出現在這個重複賽局 但很多生活中或是商業商的合作 往往會發生 那 概念也差不多一樣 那 現在 把這個不實的考量 加進去 再回到一開始 你還會覺得 green trigger strategy 是那麼有嚇阻力嗎 我們有可能今天想說 我們玩green trigger strategy 這個 這個 處分很嚴重喔 所以我們就 這個 處分很嚴重喔 所以你最好不要被判 可是你會想說萬一你被判了 我也不會傻傻的要跟你一起 綁在這個 B 的世界裡面 我們會想脫離 所以如果你事前 就料到事後 有人被判之後 大家會想要re negotiate 重新協商 脫離這個沒完沒了的報復 那麼一開始的green trigger 所以你就只是一個想像中子 他在真實的世界的實現 你知道 進到那個狀態 大家會想要挑出來 所以他不會是一個真正的 永久的報復 那麼這個時候 green trigger strategy 就沒有他帳面上 沒有他數學上 看的期間那麼長 看的力量那麼大 green trigger strategy 要出現問題 就會在這裡 反過來說 如果你跟我 我們都是事先寫好的 電腦程式 也不允許事後 重新協商 那麼green trigger strategy 在有人被判的情況之下 他就把大家 綁死在一個彼此 報仇都很低的一個階段裡面的 然後你現實生活中 你會想 有些時候的背叛 是出於我的故意 但是有些時候可能是出於失誤 或者是資訊的錯誤 也沒有背叛我 但是讓我誤解 以為你背叛我 然後啟動了green trigger strategy 就一直把我追下去 就會看到green trigger strategy 在現實生活中 會命令到這樣的問題 如果大家要死守 green trigger strategy 就會帶來一點點的失誤 資訊解讀錯誤等等 就讓人陷在一個永久不能合作的狀態 那他可能是一個沒有效率的事情 所以從這裡出發呢 你可以想像 如何可以解決 green trigger strategy 所帶來的這種 永久報復的沒有效率 縮短 報復的期間 也就是說 人 sooner or later 要能夠寬恕 或者是 原諒對方 你來 我往報復回去 然後我就收手 就停住 然後我們設法 重新合作 重新開始 所以到頭來 我要講的事情是 真正最一般性 大家可以思考的一個概念 或架構 就是T4 key test 他說到最短 就是我們講的一爆還一爆 他拉到最長 就是我們講的 Green trigger strategy 可是介於中間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K 來做取捨 當你覺得 在這個賽局當中 你需要更強的 報復的力道的時候 但是 你需要更強的這個處罰 可是 A-B又不夠大 你需要加長 這個報復的 這個時間的長度 你需要增加K 可是你要知道 你增加K 的同時 你就創造了大家 在報復階段 的那個效率的損失 以及彈性的喪失 所以K小有好處 K大也有好處 兩邊各有利弊 那麼策略的選擇上 這個K 要是多少 報復的期間 要長要短 就會在不同的環境當中 需要做取捨 有些情境裡面 大家可以很容易的 有些情境可以是文化 可以是大環境 可以是一些請規則 讓大家可以很容易的 這個重新協商 renegotiate 在那樣的情況之下 事先提出一個 Green trigger strategy 或是長時間報復 這樣子的威脅 其實是假的 但是反過來也有些環境之下 這個Green trigger 所以用很長期的報復 是相對很容易執行 所以我們需要看這個情況 大家來取捨 這個報復期的長等 你要這麼決定 接下來我們再思考一個 這個賽局的變形 Consider a variation of the game 在每一期 然後假設在這個新的情境底下 就是利率為0 大家不會憑空去 去Discount 這個未來的報酬 但是呢 你我處在一個狀態 我們今天互動交涉 我們明天有可能遇到 有可能不遇到 這個很顯實 比他說我們是兩個 兩家商店 可能明天我就倒閉了 所以你明天也不會遇到我 諸如此類的 我們今天會一起玩那個賽局 我們明天有可能一起 有可能其中一方就消失 或者是環境不允許我們再玩 所以我可以假想一個情況 在每一回合我們交手之後 There is a possibility P that the game will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每一回合到我們交手 玩這個賽局之後 我們都有一個機率P 是會在 我們會再有下一回合 我們再遇到 然後機率1-P Game Over 從這裡出發 你會發現 這個未來交手的機率 也是一個變因 是可以影響到 你我 在合作的過程中 有多重視未來 你可以想像在P很大的情況之下 今天我遇到 明天我可能遇到 後天我可能遇到 那我就知道說 今天我做了對你不利的事情 你明天可以回敬我 不過我今天跟你維系良好的關係 我們有很高的機率 明天後天大後天 繼續遇到的時候 我們可以繼續 維系這個好的關係 然後合作 然後互混 但是如果P很小 P很小 小到一個極端就是0 我們今天見一次面再不會遇到 那在這個極端的過程中 大家就變得很 短視 不要說還記得 我很久以前有一次去捷克 我在上課有講過嗎 去捷克布拉格開會 然後從美國飛過去 都清晨5點的飛機到 然後旅館要下午3點 才能check in 然後就帶著時差 然後拖著行李 就在街頭遊魂 然後那時候就 我們旅館在觀光區 然後在觀光區就找一家 餐廳 然後就進去做 那 他們在觀光區的很多的店 其實 都是專門騙觀光客人 然後價格也很貴 然後服務生就問我說可不可 我說可 他說要不要喝水 然後他說有礦泉水跟自來水 那我想說礦泉水貴 那時候還是學生 我就說我喝自來水 他說旁邊水龍頭 就拿一杯給我 喝完了 我還有第二杯 然後那天結束以後 就脹單 那個自來水 Tap Water 上面寫Tap Water 然後做乾杯 然後每一杯是幾歐元 然後摔起來 他不用在乎 因為他 這個這家店 就 就一輩子 我一輩子 我只去一次 然後對 他不用管未來 可是另外一個極端就是 我們常常會遇到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機會持續 很高的機率 我們可以持續 在一起有合作的機會 那大家會希望我們維繫 一個互相信任的關係 讓我們接下來遇到的時候 繼續可以從信任處罰 去完成一些事情 所以P的大小 會影響到我們如何重視未來 那是因為未來會出現的機率 的大小 會有所影響 當P很大的時候 今天被判 我就知道未來很有可能被處罰 今天合作 我就知道未來很有可能 我們就繼續合作 那麼未來就相信變得重要 所以P跟剛才的Delta 所呈現的概念 是類似的 是正比的 那麼R越大 會讓Delta越小 從這裡我只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對未來的看法 會受到利率影響 也會受到我們未來再相遇的機會 所影響等等 那你也可以去思考 還有哪些因素 會影響到我們 多看重未來的德語師 有的時候可能是個人偏好 有些人他出於個性 他就是不想未來 有些人出於個性 他就是無條件 甚至到不理性的看重未來 那會不會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方說當廠商來競爭的時候 我們可以思考 在一個夕陽產業裡面的 廠商競爭 跟在一個 串起新興的產業中的 這個廠商競爭 本質上面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當你面對到一個夕陽產業的時候 你會面對到的狀況是什麼 這個產業 你我我們兩家廠商 能夠共創的產值 是一年比一年少 即便我們合作 我們能夠創造的這個A加A 不是常數 是越來越小 我們能夠創造的這個B加體 是越來越小 所以在一個夕陽產業當中 特別容易出現廠商 不擇手段流血競爭 然後價格戰等等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跟你競爭 我今天脫離了跟你的這個 一些廠商之間的默契的合作 什麼的 你未來是可以報復我 可是我們未來能夠分的比 是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未來繼續合作 能夠得到的報酬 也越來越小 所以未來的這個合作 也算不得什麼 未來 因此未來的這個 報復或懲罰 也就不足為道 所以 所以他就不在乎 所以在這個 這個夕陽產業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廠商的行為 是很短視 本而是在一個 新興竄起的產業或是領域當中 這個產業的產值 是會越來越大 會接下來會大爆炸 所以我們在廠商 在初期的時候 如果有人就率先 開始大幅的這個 殺價或降價 開始用非常極端的方式 破壞雙邊的這個 共同利益的方式來競爭 那麼有可能 如果讓廠商提早 開始進入這樣的價格 這樣的狀態 那麼會讓他們 損失掉未來這個產業產值 竄起大爆炸的時候 大家所能夠共享的力 所以在一個成長中的 產業 你會看到廠商的這個思慮 有可能會比較 看起來是比較farsighted 比較遠遠近 西洋產業 大家看起來就會覺得 那個delta是很小的 大家是相對短視近距 這是大方向 但是大方向 有可能會被一些 其他的因素 比方說 你是先來的廠商 一家電商 你是後加入的 然後我們要來市場 比方說 以這個 網路數電來講 某某某書電 要開始 對柏克萊 發動進攻 搶柏克萊的客群 或者是 以未來 大家眼睛看到 在電動車 以及其他一些 新興的領域 會出現 廠商之間的工坊 那個工坊 會 有的時候 會造成一些現象 讓大家看起來 我好像在打架 這樣子 那個課題 我們有機會 可以在深入討論 或者是 你的期末報告 可以討論 但是一個大方向 如果廠商跟廠商之間 或是人跟人之間 如何要形成 默契 然後是 維持合作呢 那這個 這邊 這邊 我們所要 看的 就是 大家有多重視未來 如果未來 是 越來越豐滿 越來越豐盛 大家會重視未來 未來 是越來越蕭條的 大家自然會短視 這是我們最後 這邊所要講的結論 好 到這邊為止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想我先對 那個 期末報告 做一些解釋 給一些同學 會問我 第一個 我補充一下 我是 雖然我這班影片 非常非常的忙碌 但是我還是鼓勵 大家 有期末報告的 想法 可以 先來簡單的 跟我討論 然後我如果 聯絡不到我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跟 助教討論 OK 那我說明一下 我的 期末報告 基本規格 什麼的 多少 多少頁 多少字這些 都比照我已經公佈的 那 內容要寫什麼 我的出發點 是請大家 就是寫一篇 文章 然後你想像它是一篇 通俗的文章 可是可以 發表在你的 可以發表在一個 網路媒體 或是你的 臉書上面 然後是 一般的人 沒有 學過這些 數學跟賽局的人 他可以看得懂 然後你來 分析一個 你自己 關心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 可以分成兩類 第一個叫做 解釋一個現象 比方說 今年的 雙十一 某某的網路書店 他就推出了非常 大幅度的折扣 那麼 我們看到了這個現象 然後台灣的出版業 裡面有一些出版社的編輯 會有一些 出來批評這件事情 說 文化變得不值錢 等等等等 那 我自己不認同那些看法 我覺得 商業歸商業 然後他背後 有他的考量跟思考 那看到這樣的新聞跟現象 那我可以去解釋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在網路書店 的這個領域 在台灣原本的產業環境 是什麼樣的 OK 我們有國客來 一家獨大 然後我們還有其他一些 塔車 然後金石堂 也是都 做的不太好 等等 那 然後在這個環境之下 我們原本有一個是 已經 市占率相對很高的 綜合型的變商 叫做 某某商城 然後他們要開始 加入 賣圖書 而且要設法讓 讓社會大眾知道 而且要設法讓 大部分買書的人 都已經有 不客來帳號 的人 會願意到 MOMO的書店 去開帳號等等 面對到這樣的新聞 像我自己是關心 圖書產業的 那我可以用賽局的觀點 來思考 這件事情 它為什麼 會發生 那麼 MOMO 他的目標是什麼 他所面對到的環境 跟這個競爭對手 是什麼 然後他決定怎麼做 可以 用一個很激烈的折扣戰 那麼他這樣做 能夠達到 他的目標嗎 他這樣子做 產業裡面 其他的環節 包括他的供應商 就是那些出版社 包括他的對手 柏克萊 他們會怎麼回應 那麼在 動力商跟對手 都會 如何如何回應的情況之下 某某原本的這個想法 這個做法 他會持續有效嗎 然後在這些東西 綜合考量之下 我們是不是有辦法來解釋 為什麼這個事情發生 然後我對他的詮釋 是什麼 當然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 報紙有訪問 我有提出我的觀點 然後 我只是舉例 這個叫做解釋一個現象 第二種方向叫做 解決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可能是你自己 你自己生活中 或是你觀察 哪一個 哪一群人 或者是哪一個領域 大家面對到一些難解的課題 我之前舉的一個例子 我不是那麼喜歡 但是我就繼續沿用好了 然後說 像過去 有不短的一段時間 那社科的地下停車場 都會被校外的車子停滿 然後有些時候 我是10點或11點 到學校來開會 我是繳的月費 教職的月費 然後就停不到 停不到 停不到學校 然後我就要去停校外 所以我繳了台下月費 還要停 停校外的 付校外的零停費用 然後來學校 還會有指導還等等 那麼我們停車場的管理 可以怎麼做 可以兼顧 原本教職員 繳月費的教職員的權益 同時又讓這個空間 停車空間 能夠充分利用 來為學校創造 多一點的營收 那麼這個制度 可以怎麼設計 來兼顧這兩者的需求 那我們能不能用賽局的觀念 來提出一個解方 這個叫做解決一個問題 或者是我關注台灣的領事產業 我也關注美國跟韓國的銀事產業 在這些產業裡面 故事文本 就是劇本 交平的市場 常常會出現到一個問題 就是誰都可以打字 然後就出來一個一百頁的劇本 然後裡面好不好 不知道 多半是不好 那因為這樣子創造出來 極大量的作品 裡面很少 裡面有好作品可是很少 大量是沒辦法拍的 或者拍出來很難看的 那麼如果一個市場裡面 出現作品爆量 那麼多到這個買家 也就是電影影視製作公司 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挑選 或是他要花極大的成本 去挑選才能夠殺裡掏金 找到少數那些好的劇本 然後找到了以後 發現太貴了我也拍不起等等 那麼這個市場就有可能瓦解 因為東西太多 真正能用的很少 如果這個是劇本的市場 沒有辦法幫影視製作公司 來創造一個篩選的機制 讓好的作品 好的影視的劇本 可以浮現 可以比較快被找到 那麼最後會變怎樣 最後變成影視製作公司 大家透過人脈 我認識誰 或是透過得獎的資歷 這些很有限的關係跟資訊 來挑選劇本 那麼或者是根據說 你這個編劇 你要以前已經有過一些好的紀錄 你要已經寫過劇本 然後得過你的劇本 然後你的劇本被拍出來 然後內部電影 或是內部電視劇 得過金馬金鐘或什麼的 但是如果一個產業 大家要找創意的源頭 要找劇本 要找編劇 變成局限了 只能借助人脈 人際關係 跟過去的紀錄 你可以想像這個領域 新人進不來 新學出不來 新的創意 會很難跳出來 那麼這個產業長期發展 就會越來越展 越來越萎縮 所以變成從影視產業的角度出發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身為編劇的創作者的一方 或身為影視公司的一方 或是身為在這中間 我們怎麼樣去建立這個產業 的一方 可以如何運用賽局觀念 來解決這個現狀 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種東西我稱之為解決問題 所以你的期末報告 可以是解釋一個現象 或者是解決一個問題 二選一 二選一 然後你去挑 你自己有興趣 或是你自己關注的課題 在這邊我想稍微說明一下 給定我們的期末報告 大概也沒有很多時間 然後應該多數人也不會花很多時間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報告是 在過程中你學到比較多的東西 那我會建議大家的題目 盡量找小一點 而不是找大一點 而且你的題目 設法找挑選是 你有 你比較了解的領域 或者是可能因為實習 或者是打工 或是個人嗜好 社團或等等經驗 你對於小塊東西 你比較有資訊 知道他背後 實務上是怎麼運作的 或者是你有 辦法收集到 比較真實的 這個事件的個案 從這些小的問題出發 設法讓你自己 自問自答 然後把這個課題 想清楚會比較重要 如果東西 拉大 放到說什麼 美中貿易戰 或者是放到川普 怎樣怎樣 我出去演講 我最怕 過去兩年 最怕別人 企業 最後QA到問我們 說你是積極性的 然後要我評論 美中貿易戰 我就沒有辦法回答 我說我沒有資訊 我說我 我可能 多懂一些分析的方法 可是我 可是我沒有資訊 我有一次去演講 最後這個叫做 三問三不知 第一個美中貿易戰 第二個問我 台灣的強兆 為什麼推不起來 然後第三個又問什麼什麼 然後我呢 以後我就直接掛一個牌子 就是我不知道 就好了 大家挑 不要挑大的題目 挑你自己 有機會取得比較細節的 資料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把一些實物 現實面遇到的狀況 考慮進去 最後一點我想要補充的事情是 在這門課當中 為了要幫助大家 把邏輯想到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會借重模型 然後我會引進一些數學的計算 像重複賽群 可是這個只是教學的一個手段 因為當我們能夠用數學的語言來描述的時候 那個邏輯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然後清清楚楚 當你看到 A-B除以R 大於C-A 你發現 每一個 每一下 它都可以對應到直觀的意義 然後放在一起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精緻 非常的精準 非常的精準 這是幫助我們想清楚的一個工具 可是對應到你寫期末報告 我沒有特別預期 或我也沒有特別要求大家 你一定要把你的問題翻譯成數學模型 翻譯成這個表格 然後再做計算 沒有 我只希望大家是運用賽局的邏輯來分析問題 比方說以重複賽局來說 它真正的邏輯是什麼 它真正的邏輯是 我們如何創造一個環境 我們之間的互動 存在一個有賞有罰的機制 然後我們如何透過未來可能的互動 來矯正我們今天面對彼此的時候的用意 來促成合作 或者是同一件事情 我用比較正向思考的方式來講 我們今天如何建立互信 讓我們未來可以一直共融下去 這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我用比較難聽的方式講 跟比較好聽的方式講 我們重複賽局在這個世子的背後 真正的意涵是這件事情 然後在這件世子的背後 另外一個意涵是我們多重視未來 會影響到我們今天合作的順與不順 成功理思吧 那麼我期待大家把這一些數學分析 背後的直觀的概念拿去 讓你可以用白話文 可以不借重模型 可以不借重數學計算 就可以來解釋或解讀 你生活中遇到的事情 或者是你新聞上看到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需要說有壓力 說我一定要把東西翻譯成這樣子 然後才是期末報告 不是 然後坦白講 我自己其實比較不喜歡看 就讀期末報告我比較不喜歡看 長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真實世界的問題 如果用模型分析的好處是機制很清楚 可是在模型當中我捨棄掉了非常多實物面重要的事情 就比方說我們剛才的Green Trigger Strategy的分析 我就沒有辦法那個數學分析 那個式子A加B大於C C-A 就沒有辦法考慮到實物面 那個re-negotiation 事前跟事後又因矛盾的這個現象 所以用模型分析是有很大的代價 很多重要的東西會被裂掉 在這樣的情況下你的期末報告 我希望你是真實的去分析真實世界的問題 所以可以不要用模型 如果你要用這種模型的話 你需要有你的原因 就是說你覺得有一個機制 你用模型來方式表達 套一些假設的數字 可以把你的想法講得最清楚 那這樣的時候你就用模型 這個模型就是一個預言故事 就像我們小時候看那個一所預言之中 為了學一些道德上面的教育 那就是這個目的 否則大家可以甚好用文字融入 賽局的這個邏輯來寫成一篇是 沒有修過賽局課的同學 看你的文章他可以懂 然後在你的期末報告裡面 我期待大家 第一個你的文章能夠讓我知道 你要回答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這個問題背後的一些基本資訊 你要能夠敘述 整理出來 讓我們看文章的人 瞭解你的分析會 是建立在哪一些基本的環境 還有一些什麼 背景的數字啊 條件啊 大家一開始的關係等等 然後透過你的邏輯的演義 來解釋 或者來提供地方 到這邊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們的城市擂台賽的那個賽局 跟我們剛才過去兩個小時所談的 這個重複賽局 有哪些地方是相似的 跟有哪些地方是不同的 在本質上他們有些什麼地方是 是一樣或不一樣 你說沒有辦法知道你的對手的策略 你說在我們今天討論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分析的邏輯 是你跟我 我們是形成默契也好 我們是經過溝通 或者被教育之後也好 我們在找的是一個均衡 這個均衡是 你玩這個Green Trigger Strategy 我也玩Green Trigger Strategy 然後我們一起這樣子忙 那最後發現 我們只要這個條件成立 然後只要大家夠重視未來 我們可以促成合作 我們是從這樣的角度出發的 是從一個找均衡 而且什麼樣的均衡可以促成 最容易促成合作 這樣的角度出發 可是城市擂台賽的差別在哪裡 大家寫城市控制機器人 當你寫完一個程式 那個機器人的玩法 他的策略就已經註定了 就是一個固定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想像 每一個機器人 就是有他自己的這個Personality 就是可以是無條件的合作 可以是永遠模仿別人 可以是這個無止境的報復 可以是懂得寬恕 所以你城市一寫完 這個機器人就彷彿是 他被賦予了一個個性 在這個 或是他被賦予了一種策略 一套Convention Plan 然後這個Convention Plan 背後我們的詮釋 可以用某種個性去刻畫它 然後機器人跟機器人對戰 你不知道你的機器人 你推出去的這個個性 這種策略的機器人 會遇到什麼個性的人 OK 這邊沒有說 我們彼此形成默契 或者是我們先來看看 給定 我知道你會用什麼策略 對我們的最佳活動是什麼 反之一然 我們沒有這個空間了 我們就是已經 像是在機器人的基因裡面 就已經註定 他用什麼方式來玩 這樣子的賽局 有他寫實的成果 然後這樣子的賽局的運作 在這個賽局理論 有一個分支 叫做Devolutionary Gap 就是演化賽局 賽局理論 會被應用到去分析 這個生物 生物之間的關係 生物種之間的競爭合作 或者是侵略 或者是捕食 煉捕等等 但是那些生物 那些動物 或者是植物 他們的很多的 這個遇到狀況的行為 或反應模式 有可能是受到他們的基因所影響 所以他天生 或是這個 他面對到什麼情況 會有什麼反應 那不同的物種 遇到之後 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讓什麼樣的物種 能夠 這個成為那個 可以生存的逝者 可以發展得更好 然後就會繁殖 然後數量變多 然後什麼樣的物種 他遇到狀況 他就越來越萎縮 越來越小 或甚至被滅具 那麼從我們的這個 城市雷台賽 比較類似 這樣子的 一個 一個情況 你等於透過你的城市 來創造 不同個性 不同策略的機器人 那 這一系列 我們的這個賽局 或者是這個 城市雷台賽的遊戲呢 我是 模仿了 一位政治 政治學的學者 也叫做 Robert Ezzler 他在1970年代末期 跟1980年代 他就推出了 這樣子的實驗 然後跟學術界 來招募 不同的城市 是來玩這個 囚犯困境的 這個城市 那他當初所做的 這樣子的 一個大型的實驗 跟不同策略 來對 不同 對戰的 不同策略的這個 目擊的 所有的研究成果呢 都寫在他的一本書 他出了好多評論文 但是有整理在一本書裡面 叫做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大家如果覺得這個雷台賽有趣 或者是想要進一步來看 當年 Exeront 他設計這個實驗 然後出現詳細的 對戰的一些成果 然後跟分析 大家可以參考這本書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有出中文版合作的進化 或者是通俗版的 可以看 我自己很喜歡一本書 叫做自私的記憶 在設立版林業之後 開始介紹演化賽局的觀念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所學到的 納許均衡 然後這種同步行動賽局 然後以及承諾 這種種觀念 可以如何的用來解釋 OK 不同的生物 他們之間的關係 或者他們所發展出來的 鏡合的模式 那自私的基因 也有提到Exeront 他的這系列實驗 然後我先直接跟大家講 結果 當年 The Evolution of Robert S. Rock 他的系列實驗 最後 平均來說 表現 會勝出的 那支機器人 我想很多同學 應該已經知道 答案了 基本上就是 他讓不同屬性的機器人對戰 最後 然後對戰非常多回合 然後創造出非常多 多元的對戰的組合 平均來說 可以穩定 在積分上面領先的 就是T4T 一爆還一爆 然後 他也呈現出來 我們剛才講的T4KT 這個大的架構下面的 這個良好的特質 就是創造了賞罰的機制 可是 他又有一個寬素跟饒素的機制 他又有一個寬素或饒素的元素在裡面 一個是我報復完以後 就算了我們重新開始 OK T4T 那麼 在T4T底下 如果我們要細舊 或者是加上當初 在這個 政治學者的領域裡面的一些權勢 他們可能比 經濟學家更文藝一點 我也蠻喜歡這些程序 我們可以來看看 T4T這樣的策略 在他背後的意涵 或者跟我們平常所學到的 從小學的公民到的教育裡面 有些什麼樣的連結 第一個 T4T背後有談的是 我們一開始先合作 我們從善意出發 講起來好像很說教 但是我覺得把說教的東西跟數學可以結合還蠻有趣的 第二個呢 我們今天合作 明天繼續合作是假賞 有人今天背叛 我們明天互相處罰 互相報復 是處罰 所以這是一個 他背後蘊涵的一個有賞有罰的機制 只有罰 那個就不是罰 當我們面對有限的賽局 然後知道最後一集 那麼大家最後是背叛 到處第二集背叛 當一個只有罰沒有賞的世界 我們是沒有 沒有對比沒有反差的 所以是不能提供誘因 要能夠創造誘因 把它從壞行為拉到好行為 一定要有壞的對應到壞的 好的對應到好的 或者是像是 或是像孔子比較講白 他就說是以德報德 但是以直報怨 你報德跟報怨 不能用同樣的方式 你就不能夠創造出 那個落差跟誘因 你對別人的德的回報 對別人的怨的回報 對別人的怨的回報 需要做出過場 但是如果不要說以德報怨 就可以以直報怨 所以這個 就是叫做 Carolistic 第三個呢 我們的報復 或者是提供的處罰 它不是永久性的 它是一個現實的 然後會結束 如果這個結束 我們把它全市場換住 至少文獻裡面 比較文周周的人 是這樣稱呼 那麼它所蘊含的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forgiveness 好 所以簡簡單單的一個 這個t4t4t4 或者是重複賽局 至少在這個機器人雷台上 或是exero的版本的 機器人雷台上 所勝出的機器人 它同時具備了 這三個元素 而這三個元素 是在我們的這個道德教育 或者是在一些哲學 和文獻裡面 大家可以探討的東西 當然如果是對於 賽局背後的哲學 很有興趣的 這邊後面 其實這個文獻 可以給大家 來做探討